意外离世的九大网红 上天对他们太残忍了 第一位 泡泡龙 泡泡龙经常用暴饮暴食来吸引网友的眼球 在他脸上出现黑斑的时候 网友曾多次提醒他注意身体 可他却没能及时重视 最终年仅29岁就离开了我们 第二位 吴永宁 吴永宁为了给母亲治病 便开始专职从事极限运动工作 经常挑战一些高难度动作 最终意外还是发生了 他在攀爬一栋大楼时不幸坠亡 第三位 拉姆 拉姆是个非常爱笑的姑娘 经常在网上发一些生活日常 一次他在家中直播的时候 前夫往他身上浇汽油将其点燃 经过治疗后拉姆最终不幸身亡 第四位 罗小猫猫子 罗小猫猫子患有抑郁症 他在直播间里误喝了农药 尽管网友及时联系了他的家人 但他还是因抢救无效死亡 第五位 王向军 王向军为保护环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可惜的是他在一次探险中 意外失足掉入冰河里 打捞上来后已无生命体征 第六位 小邱妹 小邱妹是位98年的塔吊司机 经常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一些自己工作的段子 然而他在一次攀爬中意外失足 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第七位 孙巧璐 作为童心的孙巧璐 长大后没有继续在娱乐圈发展 而是选择当了一名网朋友 长期的作息不规律导致他的身体健康不佳 最终他因心梗猝死去世 第八位 孙一轩 孙一轩为了吸引观众眼球 经常在视频中吃一些碳水化合物和高热量的食物 最终因身体不堪重负离世 去世时年仅19岁 第九位 雅鲁藏布江女人 雅鲁藏布江女人是位时尚网红 被网友赞是最会穿搭的女孩 可她却在飞机上因为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她们有命挣钱没命花你觉得值得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